然后呢后面进一步说 sever people complained of cat-like noises at night and a businessman on a fishing trip saw the puma up a tree 这个证据越来越多了 他说有好几个人呢都抱怨 说是在晚上有像猫一样的那种喵喵的噪音 并且一个在钓鱼路上的商人呢 看见了眼见为实啊 看到着美洲狮就在一棵树上了 那么在这句话里面 我们首先出现这个 就是sever people complain of 就是抱怨说 这个抱怨呢 complain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词是一个 一般来说是不及物动词 所谓不及物呢 就一般来说是不能够直接加宾语的 所以这个我们当然把这个动词先读一遍 不要读complain 这是双原意a加前宾 就跟我们说那个天使 就angel不能叫angel一样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complain 再来一遍 complain 李老师说了 这个动词不及物 后面得加上借词of或者加about 再加宾语 这就急物了 加上借词之后就能加宾语了 但是要注意 我们也经常说某人抱怨说 后面可以加上that引导的宾语从具 这个时候呢 那个借词一般我们就去掉了 你比方说 she complained that no one had been at the airport to meet her 她抱怨说 没有人到机场去接她 我大老远来一趟 这为你们办事来 怎么没人牵我呢 她抱怨 这个抱怨我们一般就不能说complain of or complain about 后面再加that引导的宾语 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记住一个重要的知识 当然这个知识同样的在未来会复现 并且会讲得更深入 就是一般来说 咱们记住 that引导的句子 一般来说不用在借词后面 不光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宾语从句 定语从句也一样 不用在借词之后 是that这个词引导的句子 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它不放在借词后面 我们知道定语从句 关于代词前 如果有借词的话 咱们一般不用that 而用which 对吧 宾语从句其实也一样 当然有些特殊的例外情况 我们现在先不管 未来会讲 我们先记住 一般来说 这个宾语从句前 是不能够加借词的 所以这个借词of和about 碰到了连词that 它必须得死掉 这是个语言习惯 没办法 这么记就行了 好 再回到本文中 他说 有几个人抱怨说 cat-like 就像猫一样的 怎么说了 像猫一样的 这个噪音 在晚上有着声音 睡不着觉 吵人 an a businessman 一个商人 on a fishing trip 当然是借词短语 当后制定语了 就是在钓鱼路上的 这么一个商人 当然这个借词on 经常表示 在什么什么的路上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例子啊 on a fishing trip 是钓鱼的路上 这个我们当然可以换别的修士语 你看 on a business trip 在出差的途中 on a honeymoon trip 是在蜜月旅行的途中 这个得跟中文做辩析 咱们中文可以说在路上 也能说在途中 你看中文说上 说中 不太讲究 英语中借词不能下编 在这得用借词on 不能用借词in 这个注意啊 这跟中文不行 别通过中文判断 当然不光是这个trip这个词 其他的表示什么旅程啊 旅途相关词呢 表示在这个路途之中 一般都可以加借词on 那咱们多看几个 你讲on a journey 在旅程途中 当然这个journey 一般表示中长距离的旅行 还有on a voyage 在航行的途中 这个voyage 一般是出海远航 坐船 on an expedition expedition是在远征探险途中 expedition 在未来咱们会碰到这个词 还有这个tour tour表示一般是在环游 周游 他一般会去好几个地方 再回到出发点 总而言之 我们这几个词啊 journey void trip tour 等等等等 咱们一般都可以跟借词on 表示在什么什么的图中 咱们记住啊 尽管图中 路上 中文中 上和中都行 英语借词 要用on 这个记住 本文中说 一个在钓鱼路上 得商人 怎么样呢 saw the puma 看到这只美洲诗了 我们up tree 当然up tree 在这是个 冰鱼的不足语 因为他补充 说明的是 美洲诗 不是商人在树上 美洲诗在树上 这是补充 说明冰鱼的 这前面列举了什么 列举了许多 这确实是 美洲诗的证据 对吧 有看到美洲诗的皮毛 晚上有听到 类似于 猫的这个噪音 还有人亲眼看到了 这回这不进一步说明呢 这确实是美洲诗的 证据太多了 所以咱们看下一句 他说 The experts were now fully convinced that the animal was a puma but where had it come from 他说 这些专家们 现在已经完全信服了 相信了 说是这个动物 的的确确就是美洲诗 一开始呢 说不可能 现在相信了 但是 它究竟从哪来的呢 还是搞不清楚 当然这个 fully 就完全的 彻底的 就百分之百的 当然这个 convince 就是表示 当然convince 本来是一个 极物动词 叫做使某人相信 它的宾语一般是人 所以人作主语 我们说 某人确信某个事情 经常可以用被动 就是be convinced that 后面加宾语重计 本文中就这么用吗 完全相信 这个动物 就是一只美洲诗 这个convince这个词 其实在生词段里面有 我们把这个词 借这个机会 咱们大概看一看就行 非常简单 我们把这个动词 跟老师读一遍 注意 con这个字头 很容易读错 咱们不少中国同学 甚至中国老师 容易把它误读成健康的 con 读成convince con 这不是康西萝卜 那个con 这是读成con 是先发道义字 像字母一道过来 那个 嘴唇完全放松 然后再发前逼音 所谓前逼音呢 就是舌头放松的状态 贴住上额 发 嗯嗯嗯嗯 con 这么来读 他是在弱读 如果中读情况下呢 这个con 读成con con 中间发 像字母A一样的 啊 再发前逼音 嗯 贴住上额 con con 这里是弱读 所以我们再读一遍 con convince 这个搭配叫convince somebody of something 叫十某人相信某事 十某人 这个人大家看到了吧 somebody 再加一点 表示是缩写符 然后十某人相信哪个事呢 先加这次of之后呢 再加后面这个something 但是本文中呢 他用被动了 被动之后 人做主意 当然用be convinced 当然我们大家 那be convinced 后面的借词off 怎么没有了呢 对不对 你用被动的话 这借词怎么没了呢 因为借词off 碰到什么 碰到廉词that 我们知道 不用在借词后 是that引导的 从举的 最明显的特征 所以这个off死了 当然呢 这个凡事都有例外情况 咱们有一句话叫 every rule has its exceptions 就是每一个定理 都有例外情况 在这呢 咱们也有一些例外情况 就是这些情况呢 一般咱们可以视为例外 第一个是in 这次in 后面叫that in that 当然那in that 咱们一般可以把它看作复合连词 咱们翻译成因为什么什么 引导原因状欲从具 同样的in that 这个因为是不能放在聚首的 它一般放在聚中或者聚末 这个位置 就因为 还有呢 借词accept或者but 后面也可以叫that 它可以翻译成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除了什么什么情况之外 这是一个例外情况 当然也有一些语法专家呢 不把它视为例外 他把in that 还有accept that but that 看作是复合连词 就是这俩放一块 它当一个连词来使用 而不看作借词 加上that 从具 你这么理解 那就没例外了 但是毕竟形式来看 这也是借词加that 对吧 所以这两个 我们还是倾向于把它看作例外情况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 注意 that从具 不用在借词之后 借词见光 见到他就死 这个小知识点记住 记不住也没事 咱们后面还会复习的 好 所以别着急 英语是个长线的一个慢工 the animal was a puma 当然这个was是斜体字印刷的 斜体字印刷不是表示斜着读 不能说was a puma 那不行 这斜体字印刷那是表示更醒目 就是中毒就好了 was a puma 的确是 一支美洲士 but where did it come from 但是究竟它从哪来的呢 我们能接着看 他说 as no pumas had been reported missing from any zoo in the country this one must have been in the possession of a private collector and somehow managed to escape 他说 因为没有任何美洲士 被报告呢 从动物园 这国家的动物园里失踪了 那么这只美洲士呢 那就肯定是一个 私人收藏家 家里养的 拥有的 不知怎么回事呢 就说法逃了出来 这是专家的分析 我们前面这个s呢 s做连词意思很多 在这儿呢 是原因状语 从据因为 因为没有美洲士呢 被报告 missing missing刚才讲过了 在这儿是 足语补足语 补充说明 足语 pumas 美洲士 被报告什么呢 被报告失踪了 从什么 从这个国家的动物园 失踪了 this one 那这只美洲士呢 must have been 这个知识 咱们得好好看一看 这个must have 后面再加done 这个结构啊 这个是表示一个重要的语气 什么语气呢 这是一个强烈的 肯定的推测语气 这个must 不能翻译成 必须怎么样 这不是命令 这是推测 当然用must表示推测 表示非常有把握 在这儿我们用的是 形态动词的完成式 就是形态动词must 后面加助动词have 再加过去分词 不是现在的事 也不是同时发生的事 就发生的更早 那么美洲士跑出来了 那他当初肯定是怎么怎么样的 是对当初过去的事的一个推断 这个你比如说 you must have been ill yesterday you looked so pale 就是你昨天呢 肯定是病了 我看见你了 小脸苍白呀 那肯定是病了 昨天肯定是病了 这是对昨天的推测 今天气色不错 可能都好了 这是对过去事情的推测 那如果是就是现在的事 或者同时发生的事 这个推测 那么直接用must 后面加动词原型就好了 当然我们在后面会类似出现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在这个第十三课 就是六十二页的第九行末尾 就会出现这么一句话 十三课里边 六十二页第九行末尾 she knew that it must be the baker 他知道这肯定是 那个面包师来送面包来的 他知道这肯定是面包师 因为这面包师登登登 正在门口敲门的 这是同时发生的事 这不是他知道过去当初怎么怎么样了 这个属于must加动词的原型形式 那么当然表示这种推测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用法 我们既然见到 不妨一块看一看 是方才 咱们说了 must have done 一般是对过去的推测 但语气很强 如果把握不大 我们一般可以用 may have done 或者might have done 这个may或者might 加上have done 这个语气就不那么强了 他说当初 背不住是这样的 当初有可能是这样的 语气弱一些 当然如果是否定的推测 就当年不可能怎么样 我们可以用cannot 或者could not have done 注意这是对过去的否定推测 就当初不可能怎么怎么样 我们也看例子 你别说 you can't have been new yesterday I saw you going shopping with your wife 我说你昨天不可能病了 我看见你跟你媳妇买东西 大包小包好 背四十来斤 不可能病了 这是对当初过去事情的 否定的推测 像这些特殊的这种语气 推测 我们把它牢牢记住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句子也出自咱们新看的英语 它在我们最后一课书 就是第三册的第六十课 两百六十八页的第二十七行 到最后开始 The girl asked to see a timetable feeling sure that his father could not have made such a mistake 这个女孩呢 要求要看列车时刻表 因为他觉得非常肯定 说他爸爸当初不可能犯这么大的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就当初买票给我买错了 说说没这么一趟车呀 这是不是当初不可能犯这么一个错误 could not have done 是这个过去的否定的推测 这几个都是推测语气 那当然这个形态动词的这种完成时呢 表示语气的非常多 比如should have done 还有跟他更正式的out to have done 这个out to其实就是should 他只不过一般用在书面语里面 这个呢是什么语气呢 这个一般来说是比较强烈的责备语气 就这个事情过去应该做的事情 你为什么没做呀 表示过去应该完成的事情 但是却没做 这是一种批评 当然他有否定形式 就是should not或者shouldn't 或者是out not to have done 这个当然就反过来了 表示不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么做了呢 你为什么这么做 他不应该这么做呀 总之这两个呢 都是责备的语气 第一个是应该做的事 为什么没做呀 第二个是不应该做的事 为什么做了呀 这是批评语气 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 You should have finished your work yesterday 我说你昨天就应该把你的工作完成的 你为什么没完成啊 昨天应该完成 今天为什么你没做呀 这个是昨天应该完成的工作 却没做 这是可能是领导对员工的批评 再比如说 I shouldn't have shouted at you yesterday 这是自责了 向对方道歉 哎哟 你看我昨天真的不应该对你大喊大叫的 情绪没控制好 请这多包含 不好意思啊 我错了 我错了 是自责 昨天不应该这么做呀 不应该冲你喊叫的 这几个语气呀 在考试还经常考呢 咱们随便看几道考题 这是一道高考真题 我们看一看啊 She looks very happy She什么 have passed the exam 当然说 I guess so it's not difficult at all 第一个人说 他看上去很开心呢 他怎么样通过了考试 第二个人说 我相信也是这样的 这考试一点也不难 大家看看ABCD选哪一个 这应该选哪一个呢 正确答案是C选项 你选对了吗 因为他看上去很开心呢 这考试一点也不难呢 我们已经手里边有证据了 所以这个推测是不是把握比较大呀 他看上去很开心 他肯定是考试通过了 第二个人说 我猜也是啊 这考试一点也不难 肯定是用Must是正确的 这个should是责备不像话嘛 could呢 这用在否定的推测 当然不可能了 Might呢 语气太弱 不符合上下文的逻辑 再看 这还是当年一道高考真题 他说 I can't find my purse anywhere 他我这个钱包啊 到处找也找不见了 这个purse一般是女士的那个小包 放钱呢 放银行卡呀 放口红啊 放什么这个钥匙啊 这么小包 第二个人推测 说是你背不住 买东西逛商场是给丢了吧 ABCD选哪一个 我们在这儿呢 应该选择A选下 因为在这儿完全没有任何证据 纯粹瞎猜 你有可能是丢了 may have done 是对过去发生事迹呢 没有把握的推测 这个can一般用在否定推测 should是责备不对 would一般是用在虚拟语气 这是后话 怎么会不会说 再来看 这还是一道 还是高考正题 咱们看 第一个说 I'm sorry 真不好意思 什么 I什么at you the other day the other day就过去的某一天 就那天 哎呀 在那天我怎么样 这个should是喊叫啊 我那天真是不应该对你喊叫的 第二个说 forget it 算了吧 没事 I was a bit out of control myself 我那天呢 也没控制好情绪 大家看ABCD这个简单 选哪一个 当然那一天是过去的某一天嘛 我们是不是用shouldn't have shouted at you the other day 这是自责嘛 哎呀 我那天真的不应该对你喊叫的 当然应该选B 对不对 在这根本不是推测 这是责备 我们再看一道稍微难一点 这个呢 是当年我们的一道四级正题 我们看看这个里面选什么 The policeman declared that the blow on the victim's head 就是这个警察 他声称 在受害者头上重重的这一击 打了一下 怎么样 from behind ABCD 我们看选哪一个 给几秒钟咱们看一看 哎 我们看到啊 这个题也不难 对吧 我们讲过知识点之后 发现很简单 当然选B 说是受害者头上 这一击肯定是从后边打过来的 就是由法医鉴定 根据这个验尸结果 根据现场的什么血迹呀 根据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伤口的钝器的伤口判断 从后边趁受害者不备 后边打门棍 打死了 选B正确 那选C呢 这是虚拟语气 咱未来会说 选A和D A和D更夸张了 这根本不可能 这是责备语气 对吧 除非是责备 他说警方说了 说你不对呀 你这应该从前面打呀 你从后面打 你打错 打错没打死 这个 你下次从前面打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成叫错犯了 对吧 那当然选B选项 那肯定是从后面打过来的 对于情态动词的 这个完成时表达的各种语气呢 咱们今天还是先给一个宏观的介绍 在未来其他课文中 还会有所讲解和复习 那回到文中 他说这只美洲是怎么样呢 Must have been in the possession of a private collector 他说肯定是一个贵私人收藏家所拥有的 这个private 咱们新概念二册第一课就讲了 对吧 它叫私人的collector收藏家 这个当然在这里出现的是 in the possession of somebody 表示贵某人所拥有 这个possession本来就是拥有的意思 那当然这个somebody一般我们是名词和名词短语比较长 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代词 他太短了 一般我们直接变成属格 就in one's possession就好了 这两个都是表示呢 归某人拥有 对吧 那如果人做主语呢 说某人拥有某个东西呢 那我们用这个搭配 我们直接用in possession of something 注意有没有墙面定管词的意思是反的啊 某个东西 东西做主语叫 in the possession of somebody 如果人是代词 我们有数格 叫in one's possession 如果人表示人拥有某个东西呢 我们有in possession of something 我们看例子 这本书是我的 我们可以用the book is in my possession 这本书是我的 当然我们一般就不说成 is in the possession of me 这个me是代词 放的句末太短了 咱们混成my就好了 那如果用我做主语呢 当然这in possession 它本身不能当位语动词啊 但位语动词再加个必动词 I'm in possession of the book 我拥有这本书 意思一样 这本书是我的 这是我们看到表示拥有 这是两边方过来掉过去啊 这个用法 跟它类似的有好多 咱们随便再拿一个看一看 第一个 你像in the charge of somebody 或者叫in somebody's charge 这个翻译成归某人所管理 比如某个部门 某个机构归某人管理 就他是这儿的头 那么用这个结构 同样的如果这个人呢 是名词或名词短语 最好用左边这个 如果这人是个代词呢 太短了 我们就换成鼠格 叫in one's charge就好了 那如果人做主语呢 我们叫in charge 就是表示某人管理某个机构 某个部门 你比如说这个书店归我管 我们如果书店做主语呢 就是the book store is in my charge 归我管 如果我做主语呢 当然是I'm in charge of the book store 是不是就好了 这个变化跟刚才那个possession 那个变化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有点规律 咱们不妨把他的同事记住 好 再回到本文中 他说这个美洲诗呢 肯定是归私人收藏家所拥有 and somehow 咱们讲了 不知怎么回事 managed to escape 不知怎么回事 就设法跑了出来 这个manage 在这绝对不是经营管理 这根本不通 这个manage to do 是一个固定的习语搭配 咱们翻译成 设法完成了某事 这个跟那个try to do 要做个辩析 try to do 一般咱们表示设法去做 它是强调这个过程 成不成功 不知道 而manage to do 强调结果 设法完成了某事 它是强调结果的 本文中是设法逃乐出来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是我马上要讲的第二课 就是十八页的第一行 有这么一句话 咱们先看一看 他说 Our vicar is always raising money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but he has never managed to get enough money to have the church clock repaired 他说我们的牧师 总是为了各种理由来筹款 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能够设法 筹到足够的钱来把教堂的大众修好 这是强调结果 他只不过把结果给否了 so never 是不是从来也没有设法筹到过足够的钱 从来没成功过 把大众修好 筹款总不够 钱总不够 这是manage to do 注意这强调结果的 设法完成了某事 顺便记住他的反义搭配 叫fail to do something 他强调没能完成某事 奴隶了 没完成 同样看例子 这个句子出现在咱们新概念三册的第五课 三十页的第十二行有这么一句 他说 When the journalist again failed to reply The editor reluctantly published the article As it had originally been written 当这个记者再一次没有能够回信的时候 这个编辑不情愿的把这个文章按照原来写的样子 把它出版了 再一次没有能够回信 叫没能完成某事 这两个是一对 希望大家把它记住 记不住也没事 到了第二课又出现 第二课没记住呢 后文中还有 第三册没记住 李老师在第四册中还会帮大家复习 那所以这个 为什么我们这一本书呢 别着急啊 今天先打个照面 再回到本文中 本文中说什么呢 并且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manage to escape 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逃了出来 后面我们信音不开 他说 The hand went on for several weeks But the pima was not caught 他们这个搜寻呢 Went on就来自go on go on是持续的意思 持续了好几个礼拜 但是这个美洲师呢 一直没有能够被抓住 was not caught 当然那个caught是catch 他的过去分词 在美音中呢 这个动作是嘴唇松弛 拉下壳 叫啊 啊 caught 这个是不绝嘴的 乃至美音的特征 最后一句话都说 It is disturbing to think that a dangerous wild animal is still at large in a quiet countryside 他说 一想到啊 一只危险的野生动物 依然在乡间流窜 就让人心神不安 这个句子我们先分析一下 它的语法成分 首先据手的这个it 这当然是形式主语 所谓形式主语呢 它就是白色 它不是真正的主语 那就跟花瓶一样白那 因为主语不能空 说这是disturbing 因为disturbing 咱们词汇中讲了 叫令人不安 disturbing叫令人不安的 注意一般ing 就是现在分词构成的形容词 一般强调事物的特征 令人怎么样的 你要是disturbed 后面加异地呢 就感到不安的 在这儿呢 是事物的特征 就令人不安的 当然后面这个to do 一直到句末是真正主语 这主语太长了 你要放那句手 那不头弄脚轻了吗 随着主语扔到句末去 开头 副头这个是形式主语 什么是令人不安的 一想到to think 这个后面加一个 闭语从句 是一想到什么呢 一只危险的野生洞 依然 at large 咱们词汇中 在题目中就讲了 是在流窜 在逃窜 那在哪呢 in the quiet 宁静的countryside 在宁静的乡间流窜 这个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句型 就是一想到某事 就令人觉得如何 这个非常管用 本文中disturbing 就是令人心神不安 比如说 一想到某事 就令人担忧 令人担忧 咱们有现代分词 it is worrying to think that 一想到某事呢 就令人觉得兴奋 it is exciting to think that 一想到这事 就令人兴奋 一想到某事 就令人觉得欣慰 it is comforting to think that comfort 叫令人觉得很欣慰的 令人欣慰的形容词 就 comforting 对吧 再比如说 一想到某事 就令人觉得好笑 it is amusing to think that amusing 就令人好笑 令人喷饭 一想到某事 就令人气愤 it is irritating to think that irritating 来自于动词 irritate 就激怒某人 irritate 那叫令人气愤的 你看 一想到某事 就令人担忧 令人兴奋 令人欣慰 令人好笑 令人气愤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剧情 还是蛮管用的 好 到此为止 咱们新概念三册的第一课书 已经讲完了 第一课书 是我们后面很多课文的一些重点知识 都先在第一课书打了一个照面 所以知识点非常的密集 大家不要有为难情绪 说老师 我这二次刚升上来 好多知识点 我觉得好困难的 没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知识点 在后面的课文中都会复现 我们未来会理解的越来越深刻 并且未来不但能够看明白 自己动手也会写了 第一课 跟李老师就修到这 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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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rus